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潘岳云是裸睡的 黄启周一事 潘岳云惊呆了 继而气愤 他条件反射般 赶紧将棉被挡在身上 但他起身那一刻 还是被拍到了后背 黄光却看到这样的潘岳云 忍不住大吼 贱夫 淫妇 天亮时 他又以伤害家庭为名 将床上两人告上了法庭 自始至终 潘岳云没有任何解释 面对漫天而来的嘲讽和羞辱 他只说了一句话 我此生都不会再婚 说完他走上了 漫长而凄苦的离婚录 潘岳云不该如此 他的事业与婚姻完全成反比 他是滚石第一位签约的歌手 辈分盖过陈书画 齐玉和林一连 三毛评价说 齐玉的声音是仙子动人心魄 潘岳云是女妖催魂夺命 潘岳云不算美 但足够特别 三毛后来还是称他埃及艳后 而他的人生真的和埃及艳后一般荡气回肠 寂寥无边 潘岳云17岁时 父母纷纷离世 从此他只有一个人 他很怕黑 家里无人 他不得不独自面对无数的黑夜 很多时候潘岳云想到了一个办法 买很多蜡烛 后来他又买了很多台灯 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发专辑里 这么多年来 很多人以为他的专辑酷爱蜡烛 是为了浪漫 但潘岳云说 我是真的很怕黑 稍大一些 他又不断地收养流浪猫和流浪狗 他对沈春华讲过仪式 有一次 他经过一条巷子 看到一只猫蜷缩在墙角 就觉得他们很可怜 从另一种意义 这些流浪在外的动物就像他自己 所以他从17岁开始独立 成名后 潘岳云也反复说这句话 我从17岁就独立自主了 幸运的是 20岁出头 他机缘巧合与滚石签了约 总算告别了 寂寞因心中无牵挂 他将全部精力放在唱歌上 从23岁到32岁 整整十年间 潘岳云唱过无数情歌 其中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一百合也有春天》 《无言的歌》 至今都是大热歌曲 但内心荒芜的人 即便外在有太多光芒 依旧会觉得寒冷 歌坛的成功并未滋养他的心 反而越来越估计就是在这年 空虚已久的潘岳云结识了一个人 黄光泉 但他的出现没有成为潘岳云的灯亮 反而使他陷入更黑的黑暗 1997年 潘岳云在淡水开了一家咖啡馆 黄光泉莫名地闯进了这家店 黄光泉告诉潘岳云 自己是画家 他也真的能作画 于是潘岳云信了 多年后他会一起相遇 说我喜欢艺术家的气息 他跟我说他是画家 我没有怀疑 我很注重感觉 信任对方 两人相恋了 同事玩艺术的 他们爱的也很失意 很多时候潘岳云在房间练歌 黄光泉便在坊外作画 有时画风景 有时画路过的行人 大约相恋两年后 潘岳云怀孕了 为此两人想到结婚 那一年潘岳云已经42岁了 他太想有个家了 孤独了这么久 他太渴望有个爱的人 于是很仓促的 他们结婚了 婚礼当天 潘岳云挺着大肚子 笑得很开心 但另一面他又觉得特别苦楚 因为他无父无母 即便是结婚 也得不到父母的祝福 不过 好在他还有新生命陪伴 可他怎么也想不到 结婚不到三个月 黄光泉便变了 他变得酗酒 脾气很暴躁 一言不合就朝潘岳云发火 又一回潘岳云的肚子已经八个月 黄光泉从外面回来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竟拿着一把菜刀在潘岳云眼前晃悠 一边晃一边威胁潘岳云要乖乖听话 潘岳云吓得不敢说话 这一天过后 他越来越对这段婚姻失望 为了肚子里的孩子 他忍 直到后来的一件事 潘岳云彻底凉了心 一天夜里家中的灯泡坏了 潘岳云让黄光泉去换灯泡 但黄光泉死也不愿意 僵持了半天 他倒是答应了 但非要将家里的电闸都关了才肯换 潘岳云劝慰说 不用 只是这个墙壁的开关没有开就可以了 黄光泉不相信 还对潘岳云大吼了一通 自那以后 他再也不肯做任何家事 影响冰箱哪怕是水管出现故障 都是潘岳云一个人弄 婚前 他是不得不独自面对一切 婚后 他依旧被迫承担所有 潘岳云决定放弃这段感情 孩子出生后 潘岳云主动向黄光泉坦白 我希望能够分开 我们用最合理的方式分开 黄光泉一听不肯答应 后来又爆料说 是因为黄光泉婚后没有收入 一直靠潘岳云养 害怕失去经济来源 他既然不答应 这一次也就算了 但随着孩子逐渐长大 黄光泉变本家里 什么都不肯做 家里是潘岳云一个人 草心在外依旧是潘岳云 为生计打拼 他越来越觉得煎熬 后来潘岳云又提出分开 这一次他很坚持 不愿意的话 最后只有上法院了 黄光泉依旧不愿 死也不退让 潘岳云一想孩子还小 自己早早失去了父母 不能让孩子也同时父亲 他又妥协了 可此时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 他们没有爱 只有一肚子的互相怨对 但潘岳云依旧忍着 忍受黄光泉的一无是处 容忍他不工作 不养孩子还家暴 大约过了九年 等到孩子大了 潘岳云觉得自己再不离婚 可能会自毁身亡 最终在2008年 他带着女儿搬了出去 正是与黄光泉分居 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一走 黄光泉便像牛皮糖一样粘了过来 他找到潘岳云的住处 要求同居 潘岳云不同意 两人甚至大打出手 后来潘岳云趁黄光泉不在 又选择搬家 黄光泉不知怎么的又找了过来 潘岳云不想再理会他了 又搬走了一连三次 他搬了三次家 黄光泉都能找来 最终还是他加强防护 才免于被黄光泉骚扰 但他依然是错了 那一年潘岳云被拍到国外演出 出发前他一再交代家里人 不准任何人到家里来 可就在他出发当天 黄光泉又摸索着找来了 他告诉家中的保姆 称自己是来看孩子的 保姆让他进去了 结果他看着看着 竟趁所有人不注意 偷了潘岳云的钥匙 回去后又配了一把 这件事情所有人都不知道 也成为了潘岳云身败名裂的起源 黄光泉暗自筹谋着 想将潘岳云毁掉 就在通年8月26日凌晨 他带着警察冲进了潘岳云的家 也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这件事情被曝光 黄光泉一口咬定 是潘岳云出了鬼 潘岳云也没有任何的解释 但黄光泉没想过要放过他 趁着舆论最巅峰 他不断上各种节目痛斥潘岳云的无情 他还说他不养女儿 潘岳云被他这么一说 星途断崖是下滑 就连刚刚宣布要发行的专辑也被搁置了 但黄光泉似乎铁了心 就是要废了潘岳云 没过几个月 他一直诉状将潘岳云告上法庭 要求潘岳云赔偿自己800万 说是精神抚慰精 官色缠身 潘岳云前途无望 但无论外界呼吁如何 善呼海啸 他就是不多说话 他通过朋友已经将一切交给了律师 据传最后他还是给了黄光泉800万 一次来平息一切 之后两人离婚不再往来 离婚后 潘岳云才肯说出这段经历 一次采访主持人无意说起他的婚姻 潘岳云一听 原本笑着的脸突然暗沉下来 他说 我求助无门时 不像别人可以回娘家诉苦 我17岁时爸妈就过世了 每次看到女儿就会想起我的爸妈 如果他们知道我的婚姻 是这样的一败涂地 一定会替我很难过 那之后他亲自发了一则声明 十年的婚姻录 在我人生的旅途中 面对一个无可依靠与期望的未来 理想与现实的距离 有着极大的落差 长期以来独自承担沉重的家计 和容忍丈夫缺乏责任感 与斗志的阴影 我强忍着多年来的身心折磨 面对这段图剧 形式的婚姻才持续至今 说完潘岳云便消失在舞台的中央 也远离了歌坛 多年后有人偶遇她 又问起她的近况 潘岳云似乎很谨慎 以后我会非常谨慎 轻易不会再考虑结婚 婚姻也好 感情也好 我都不会很看重 我的女儿才是我的全部 再后来 她不再出现在公众场合了 也从未唱起任何情歌 前不久有人爆料 潘岳云去了台湾 师大当音乐老师 她一边兼职做老师 又一边陪伴女儿 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 给女儿做早餐 又按时送女儿上下学 她将生命中的全部 都寄托在了女儿身上 那次有人走上去问她 你现在幸福吗 潘岳云不再哭了 说所谓的幸福 是我和女儿 一起经营出来的幸福 世界上 从未没有谁 能当谁的避风港 也从来没有人 为你点亮黑夜 你需要成为自己的灯 也只能当自己的灯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辣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 更多明星背后的故事哦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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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